今年6月有大批示威者包围警察总部 一个地盘工人早前被裁定 暴动和普通袭击等罪成 判监4年 被告岑晓伦 由囚车压送到区域法院 安程指去年6月26日 示威者包围警察总部 便依警员张金福被追打 他作公子有人打他嘴角 令飞滋爆开痛足一个星期 法官郭启安在早前裁决指 肺脂爆裂并非常见的身体受伤 控方原本控告的 襲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罪 不合乎合观证据 但就裁定交替的普通襲击罪成 被告使用非法武力的一刻 已经破坏社会安宁 将非法集结演变成暴动 所以判被告暴动罪成 第三项控罪为不依其归压 被告早前已经承认 三罪共判监四年 协观字连变成暴动罪 切了两颜色,切了1分钟 判定里面